我给咱们家人们录制一个咱们派币的最基本的操作教程 咱们得必须懂的 首先点开左上角三道杠 第一项首页 第二项是咱们那个主状清单 第三项是咱们登录签包 第四个你们往下就看了都没啥太大用 最后一个就是张个人资料 点开个人资料 这里有张个人的信息 包括隐藏余额啊 隐藏珍惜姓名啊 这里边散项硬性条件 必须要做的 这隐藏余额令按钮 那不是在那有个这个按钮吗 咱可以就是关了 点开带颜色的 就是隐藏了 其实没必要隐藏 随便吧 这是个人的随便 个人的意愿 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 包括修改 包括这个 包括这个改密码 这散项是必须做的 修改密码这块我说一下的啊 点进去就是修改密码 必须得找到拆哪 加86 这是硬性条件 如果说你找错了 那就是重新注册了 根本不管用 很多人吧 就是忽略了这 上去都不管是哪个国家 直接就登录 这块我就不详细操作了 必须得找到加86 然后填上的电话号码 至于下边的 这些吧 咱就没必要去懂了 咱们只做这些操作就行了 翻回 然后咱点开左上角的三道杠 找到第二项 这就是咱主网清单 也是咱们就是主屏幕 右下角的主网信息也是 他俩是一个页面 他俩是一个页面 这个就是上面的 就是咱们 就是未经验证的余额 就是说咱们算力 包括安全圈的余额 第二个就是咱们 自己的算力币 算力币就是你的基础币 第三个就是咱们 得到八率之后 才能转到钱包的一个数额 等这个 等咱们这个整个的 就是咱们这个这四项啊 咱们前四项 必须都得操作 第一是下载钱包 第二个是那个 第一个下载钱包 第二个是注册钱包 第三个是绑定咱们这个钱包 第四个就是咱们承诺 这个承诺 我跟你们讲一下 不管你锁仓不锁仓 必须得承诺一次 就有个举动 不锁仓 你把对号点没他 点那个增加承诺 我这已经承诺完了 所以说他不让我会改了 你只能往多去增加 往少改不了了 这就是咱们应该懂的 应该操作的 这个 咱们这四项 第五项呢 就是KYC了 咱们就不用去管它了 因为有的收到了 有的没收到 是不是 咱们找到咱们这个 咱们看咱们多少天呢 踩了多少天呢 咱可以进到咱们这个 锁仓承诺这块 锁仓承诺这下边 你们看见了吗 我一共踩了 就是大字 145.18 下边有个801次 这就是我踩了801天 咱们这个得会看 必须得懂 起码的知识 咱们都得懂 锁仓这块你们都懂了 再看你能踩多少天 都在这显示呢 所以说吧 咱们该操作的 该懂的 必须得懂 这些基本的操作 如果你再不懂了 那也没办法了 咱们这下边吧 就不用说了 咱们反回去 反回去 咱们主要就是 咱们看看咱安全圈 安全圈的 有你不认识的 你可以删除 再加一个认识的 也实在说的 你要是不知道谁是谁 你可以问问 你推荐人 或者谁给你的号码 你把这个 反正我不建议 你们再删除了 因为现在都指着 这个有价值了 他不可能不回来 早晚都得回来 主要就是 咱们这个钱包啊 登录钱包 包括转币 包括接收币 这块是个难题 我给你们好好录制一个 左上角三道杠 找到第三行 咱们登录咱们的浏览器 从桌面进也行啊 这里边这几项 咱们就不用详细说了 前面中间第二个呢 就是咱们的钱包的主页面 上面第二个 就是咱们的钱包 下边就是KYC 卢别论坛呢 上面有头脑风暴 咱们点进钱包 就点上面这个中间这个 黑色多那个 那就是钱包 咱们点进去钱包 把助记词复制好了 已经咱们直接粘贴进去 粘贴助记词 然后用助记词解锁 这就咱们进了 咱们的钱包了 进钱包了 这指纹咱们有 就点关闭就行 这里边就咱们的测试币啊 测试币 咱要想那个接收币呢 咱们就是把下边就是咱们的一个 一个就是咱们转币的一个一个记录 咱如果说想接收币就点接收 这公钥就出来了 这个公钥必须和咱们前面那个第三项得对上 这是才你这个私钥和公钥才对上了 因为他们是配对的 这就是咱们的一个公钥 如果说你想支付就点支付 然后上面这个空就是支付人的地址 你就把别人的公钥添进去 然后你就转 你就添转币的数量 最后你点那个 点这个转出 这就是让我往出转币的一个过程 包括咱们这个这个测试钱包啊 咱们这有一个 咱们这个就是钱包的一个设置 这块你能看出自己注记词啊 你进去了 当然就能看见了 他就能让你显示注记词了 如果你要想记住记词 或者说刚才你上去忘了 你可以点一下子 然后咱们这个主网钱包 咱得会看 上面这块红点的 点开这个红点 后边这个倒三角 就测试钱包 然后咱们点开这个 你看这不是主网吗 主网钱包就变绿色了 这是咱们主网钱包 这个里边的公钥 和咱们测试钱包的公钥是一样的啊 这个公钥我得强调一下了 必须和你递赛项 咱们就是基本操作的递赛项 就是咱们那个 那个主网清单里递赛项得对上 这才证明你真正的绑定 你这个的这个私钥了 它都是成双成对的 所以说吧 我就希望咱们家人们 仔细看看这所有的教程 咱们都熟练的操作一下的 不懂的吧 就是每天两个小时 打开操作一下了 助记词找着 首先助记词必须保管好 别把咱们助记词整丢了 前功尽弃了